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常識集 第2集 繼續錯了吧 很倒楣 你覺得自己非常的不幸 身為爽個無辣的台灣人 一般都會說 黑金叫我告訴我誰小欸 明明出大太陽 還要出門 日午etic 日午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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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就算了 鞋子還穿錯 可是我們是讀書人啊 大家都知道 雖巧這美人的語言其實並不是很優雅 因為我們都知道小是什麼東西 所以是什麼東西 嗯... 這時候應該要來一點 International的說法 看我的張俊麗 例如說 I am very 水小 可是這樣子並不能改善啊 這時候你就要知道 看我的影片 我會教你 用最優雅的越南語 說出最優雅的詞彙 所以水小在越南語裡面 就叫做 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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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到處都是倒霉的例子 連走路都不會被放過 水小 水小 可以不要這樣嗎 水小 我們都知道水小與水小是不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 因為水小在越南語裡面 是形容非常倒霉很倒霉的意思 你可以說 水小瓜 你也可以把瓜 放到最前面去 變成 瓜水小 意思就是太倒霉 沒帶記憶卡 水小 我已經分貝到 我已經分貝到了 有沒有女朋友 我的人生簡直就是 水小 有時候 有時候別人是不會你的語言 而對你產生的 保密 這時候你就沒有跟他說 看我的張俊令 你不會說的習慣人為了 唱歌 就可以簡單的解決了 是不是很簡單 非常實用 認真的來說 其實 還是有比較正式的說法 越南語的幸運 就叫做 所以 不幸的話 就是 叫 在前面加一個 國平的詞就可以 一般南越人 在幸運這部分 就會說 如果你看過 新加坡片 可能也會聽過 這個詞 越南人會習慣說 那就是 幸運與不幸運 但如果以正式的方式來說 我們還是應該要說 或者是 或者是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當然你也可以留言給我說 你想要知道 越南語的什麼 大家來交流 但因為版權的關係 所以 一些越南音樂 我會放在 我的個人Facebook 你也可以過來訂閱我 不需要加好友 我是阿萬 我們下次見 掰掰